挑戰生涯第二座試頂賽的女單冠軍 對於D0來講 其實現在也是缺一面奧運的金牌 她也可以成為大滿冠的得主 不過在上一屆的輪胎奧運會很可惜 最後的女單金牌戰是席敗李小夏 其實在比賽過程當中也是出現了被抓 被判罰 發球的失分 對她來說影響比較大 沒錯 因為畢竟發球這個地方 被判犯規或尾利的話 會對整個進攻的節奏 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一方面不再是影響到打球 也影響到心理層面的變化 所以這比較可惜 當然啦 如果能夠拿下今天試頂賽的女單冠軍 對D0來講 信心上會是一大加分 而且教練團可能也會更放心的 讓她明年出征到巴西去爭奧奧運女單的冠軍 目前中國隊的女子 三個絕對主力 畫面上有兩位 劉詩文跟丁寧 另外一位就是剛稍倒落敗的李小夏 這三位目前來說 還是佔據了絕對主力的位置 其他的主力還沒辦法撼動 這三位選手的地位 當然也要看這個接續 今年還有許多公開賽 或者是說中國的教練團 他們會有什麼其他的考量 比賽正式開始 第一局要先由劉詩文來發球 剛剛講到丁寧 其實一直以來他的氣勢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劉詩文的部分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對 因為現在雖然說他是擁有了名子事業杯的冠軍 而且還贏過兩次 但是在於世錦賽或者說奧運會 始終好像都差一點點 對 就不少球員可能也知道就是說 因為在2010年 這個莫斯科團體世錦賽上 中國隊敗給了新加坡隊 很多回到中國之後呢 不少球員或是輿論 都把箭頭指向劉詩文 對 因為當時的這個賽場上 是劉詩文丟掉了這個點數 所以間接的導致中國隊落敗 所以一方面上次這個比賽 讓劉詩文在心態上有一些 在關鍵大賽的時候 會有些陰影產生 這也是這一兩年 他自己在這個賽場上 一直在努力克服的一個難題 我們就看看今天這場比賽 他是不是能夠徹底的擺脫 或者是說在心理上面有突破 然後讓今天自己能夠獲得冠軍 沒錯 最近其實在亞洲盃的女子彈打項目 中文隊也是再次的敗在了馮天威的拍下 對 那馮天威呢 在今年的試錦賽 已經提前被木子給掃地出門 他這個後面的這個 號碼布掉下來了 所以丁寧這邊也主動發現到 有時候我們現在也來到場邊 要請副審 對 這是來自台灣的 我們的中立軍中老師 所以趕快調整一下 這個號碼布 那老師也幫這個劉思文把號碼布給別好 讓他能夠回到場上繼續比賽 這兩位選手呢 過去曾經在國立賽場上交手 有多達17次 當然劉思文勝多敗少 十一勝六敗 不過在最近一次的遭遇呢 是在2014年的中國公開賽 當時女單冠軍站上 叮嚀是4比3 立刻劉思文 所以其實對戰的機會也蠻多的 沒錯 我大部分都是在這種公開賽的決賽上 或是一些年終賽的決賽上 那當然以最近的六次交手來看 雙方是各拿三勝的 所以其實實力是有接近的 差不多了 好球 哇 兩個人的速度都相當的快 尤其是劉思文 在這個站位是比較靠近近台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在擊球點上面 其實就會盡量搶在這個起跳點就出手 這也是我們在討論到 過去這兩位選手交手的時候 劉思文在速度上往往可以站到一點便宜 所以丁尼變得相對難打 因為他的動作是比較大一點 因為他的身材的關係 個也比較高 然後正手的動作比較大 所以會影響到他還原的速度 你看他變得比較快 所以他有時候一拉 就不往劉思文的反手 就往中路拉 讓他沒有辦法馬上貼回來 爭取一點時間 爭取自己還原的時間 丁尼是左手橫拍的打法 對上右手橫拍的劉思文 兩位中國女隊的領軍人物 又一次的在市井賽的決賽上交手 兩年前是李小強跟劉思文 今年變成丁鈴跟劉思文要來爭奪 分數從開局到現在其實都咬得相當緊 對 4比4的平手 好球 就求起跳一點的反手搶拉 其實對於劉思文來講 前一輪能夠戰勝李小強 雖然說李小強是帶了一點傷痛 可能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情況下 但是至少打敗了這個過去 打自己非常上風的對手 對於現在的劉思文來講 信心會有很大的加分 對 哇好球 賽斯的變線 兩條直線 今天劉思文在變線的方面 也是準備的比較快 其實劉思文自己在準備去年人川亞運的過程當中 也曾經發生過嚴重的吸傷問題 所以你說打得好的運動 沒有一個沒有傷的 對 其實去年人川亞運 最後他還是拿到了這個女單的金牌 所以傷痛是跟你被克服的 就是要再花時間回去再做治療 丁寧的發球以這個側旋球為主 哇好球拉到了近身的位置 其實這個球發到劉思文正手 這個球不好擺 所以一擺的時候往往會高 那麼讓丁寧自己有先上手的機會 分數再一次的打平 發球拳也回到了劉思文手上 主動的側身 哇好球 角度夠開喔 我這球劉思文也是處理的相當聰明喔 等到球慢的時候就主動的腳跡會側身喔 攻防轉換的速度喔 相當的快喔 就是 動作小喔 那麼這個整個交替的速度就有辦法更快喔 還原的時間也會比較縮短一點 7比6 現在劉思文一分領先 主動的側身 這球 中路偏左一點點的位置 很主動喔 這時候 中路的都選擇主動的側身 會比較有力啊 因為畢竟正手上手的質量還是比較高 而且比較難反拉 發熱學員現在來到丁寧手上 又是陷入到2分的落後 吃大球了 這球還是以側線球為主 開賽主要他還是在自己的發球拳的時候拿分喔 左手的選手有自己的套路啊 自己習慣的搶攻的套路 嗯哼 白段好球 哇快速的變現了 哇在開局其實丁寧的反手打 就這麼發揮得相當好 不少分數都是 這個 正手的大角度 應該是正手不是反手 對 而且這個今天丁寧的正手命中率 我看起來還不是很高喔 失誤率還是相對的高了一些 跑球 把握的比較好 台內的把握 有時候這時候比較 相對矮小生台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一直留在進台的位置 有機會重心的往前傾 直接在台內就可以出手 台內的調打 現在讓他自己 有這個局點的機會 10比7 還有一個發球拳 這球還是會主動搶攻 多用正手 直接反手拉離板直線 叮鈴沒有守住 也讓劉詩文 就是以11比7 搶下比賽的第一局 在這場女子單拿冠軍戰 現在1比0領先同胞好手叮鈴 歡迎回到愛爾達月台繼續欣賞2015年桌球試錦賽女子單打冠軍戰 第二局的一開始 1比0是有效的搶下分數 是 多 這個叮鈴 在第一局 短球上面基本上是被劉詩文控制住 那劉詩文也是利用 這個 叮鈴 這個 移位比較 相對自己比較慢的情況下 利用長短的調動 讓叮鈴 在前後疲於奔命 所以在這一局 我看看是不是 這個 叮鈴有辦法擺脫這個局面 如果看到劉詩文 反他一板快過一板 叮鈴就是銜接起來變得很吃力 對 哇 就是一板比一板快 直接彈在了叮鈴身上 也讓劉詩文拿下分數 所以 有時候的速度優勢 然後他這樣比賽 打到目前為止 還是比較上風 哇 加速 就名起來的位置 剛好已經名在了 劉詩文的正手 也可以說是這個 劉詩文在發球搶攻 這個環節算得比較準 2比 劉詩文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在市井賽 拿過女單冠軍庫 如果在蘇州豐厚的話 就是他生涯的第一次 這也會為他爭取到 前進巴西的本錢 對 就在這個奧運會前的這場 個人試頂賽上 絕對都是教練團在評估 要派誰出去參賽 對很重要的這個 依據 到時候可能還是會有 這個選拔的過程 要去拚 可是至少你在教練團市中的 印象分數會加很多 2比2 1比2 1比2 2比1 2比2 1比4 2比5 2比2 3比4 4比5 2比4 到目前為止其實還沒看到丁寧拿出他相當著名的下蹲式戰斧式的發球 目前在國際作玩上來講 除了丁寧之外就除了奧俏洛夫比較有這樣子發球的方式 或者是日本選手鬆平劍泰 都會留在關鍵的時候才會用 太常用了就沒有生命型 其實從比賽當中可以觀察到劉書文整個擊球動作是相當短小精緻 比較快 出拍的路線 這個球又很明顯了 但是發出來的力道就是夠了 因為他其實是用自己的速度擊球點去壓迫對手 讓對手沒辦法發力 他這個概念是這個樣子 那像丁寧的話就是力量來迫使你沒辦法打快 所以兩個變成是一個天平的兩端 一邊是速度一邊是質量 所以要看自己的打法 或者說自己體型比較適合什麼樣的打法 自己的風格 有時候往往你要模仿別人的打法或別人的風格 比較沒那麼容易 還是要選擇自己最適合或擅長的打法 才能有辦法打出自己的路 4比4的平手 又是 哇好球 角度夠開了 天明有時候早機會發力啊 角度撇開了 還是定應的發球 還是以側拳球為主 哇這球拉到 想要走直線沒有成功 直線本來就是比較難打的 這球剛剛自己丁寧也上司 也回戳了一個機會球 其實是可以自己上手的 如果提早一板出手的話 應該會比這一板來得好 對自己又戳了回去 把機會讓給別人 有時候比賽的這個 上手的先機 能夠掌握就是一兩個球之間而已 劉斯文的發球 打到劉斯文的強項了 哇 把角度給帶開來 不過劉斯文還是跟到 哇 拿下這一分 劉斯文高舉他的左拳 這一分不容易 對戰來回非常激烈 也可以從劉斯文背後的號碼 就掉下來 就見一般 哇 剛好別針又扯掉了 其實幾個角度都已經相當令人匪夷所思了 身體都被擠到的情況下 還是有辦法把球給打進 勉強的回擊 回出手 這時候一定是 內心相當激動 因為贏得這麼精彩 正手多拍的來回 往往有時候 這個選手在場上就是要特別注意這個時候 一打了一個很漂亮的球 但往往有時候連丟兩個 五位十五 嗯哼 這個時候 考驗劉斯文 對 我還是盯得蠻緊的喔 兩大角度打開來了 反而是讓丁明 一位上面稍微慢了 兩邊的快彈 對 速度跟力量 其實 直量都相當高 不只快而已 對 旋轉喔 對 有時候往往在 到了 台上喔 會 繼續的上升喔 球還是會繼續的前衝喔 哇可惜了 這個球多了一個 把他的戰符字 下蹲字的發球拿出來 嗯 現在比數是6比7 最近兩屆的個人試錦賽啊 李小霞跟丁明是各拿了一次冠軍喔 所以就是在 張怡寧 王楠跟過月的時代之後 這批 心離隊的中國主義 剩下劉斯文 還沒有辦法 登上試錦賽 頒獎台的最高處 最近一次能夠在試錦賽上 蟬聯冠軍人 要數到這個 1999年的王楠 也拿了三屆試錦賽的冠軍 今年其實張基克也有機會 在南丹來挑戰這樣的榮耀 對 南丹三年霸這個前面 也比較少見 對 三年霸就相當不容易 也是要找到 到1961年去啊 裝這個洞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也是中國在地的名將啊 現在來到7比8 叮嚀這一球 哇 距離已經被逼開來了 想救回來難度很高 對 腳步一開始就拉在下面上 腳步一開始就拉在下面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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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著全又回到丁寧手上 現在看起來這個下蹲之發球 又要再出現 對 8比8 還是會用不同球拍的兩側 來發這個球 不會製造出不一樣的旋轉 對 他有時候會用正手這邊發 有時候用反手這面發 往後取決於他在事前的戰術設定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又是丁寧還在採用這個下蹲的發球 剛剛第一顆沒有成功 還是被劉詩文給破解掉 第二次的嘗試 出排球 還是被劉詩文給盯到 這球想算一個 但是沒想到劉詩文有準備 這兩個球其實算得不太好 有算到 但是質量過來 接發球劉詩文過來的質量也是夠高 現在劉詩文在第二局的比賽當中 10比8又是搶先逼出局末點 最近這兩個使用下蹲之發球的機會 定名都沒有辦法掌握住 要把比賽的主動權交給劉詩文了 角度已經打開來 轉正手 啊 好球 這個 丁寧喔 這個 比較聰明的在於 在這個後面 有這樣的弧線加起來 讓這個劉詩文 沒辦法 在 擊球點的掌握上 掌握得這麼順利喔 丁寧化解掉了一個局點 因為快耶 怕弧圈 有時候弧圈弧線拉高 拉伸 對手就快不起來 喔 暫停喔 這時候 選的時機非常早 在第二局 10比9 自己還未有一個局點的情況下 劉詩文是喊出了暫停 所以世界海運第二的好手 我希望能夠藉著這一分鐘的時間 好好的思考一下戰術 把自己第二個發球給咬下來 沒錯 如果能夠以2比1領先叮嚀的話 現在心裡會打得更踏實一點 這完全是戰略上的考量 這個 在這個時候喊暫停 就是勢必喔 對於今天這場比賽的決心 比較大 趕快想要先拿下 其實這也是我們最近在轉播比賽當中 常會發覺有些選手 他喊暫停的時機 不見得要等到最後關頭才喊 沒錯 越來越提早 選在一線你覺得 該要把這一局 不是這一分拿下來 嗯哼 戰停時機其實也是最後比賽 討論到蠻有趣的學問 真的蠻哲學的 沒有一個一定的標準說 你什麼時候喊是對的 對 只能看最後的結果 所以 一方面要看選手的習性 心態 有時候教練在掌握 暫停的時機的時候 就變得相對的重要了 有些你想叫暫停的時候 選手不太願意叫 哇 不過 暫停回來之後 劉思文反拍翔走極限沒有成功 嗯 機會沒把握好 這也讓叮嚀了 逃過一劫 連續化解掉劉思文的兩個局點 現在十比十第二局的比賽要進入Deuce 才能分出勝負了 現在換 換回來正常的發球 剛剛的發球沒有收到太好的效果 哇 一換了馬上 帶來好的感覺 對 劉思文這邊又出現一次失誤 這也讓叮嚀現在是連阿三分 反倒是逼出了第二局的局點 劉思文 持球先想了一下 還是在想自己戰術的套路 對 在算喔 不斷的在算任何的可能性 哇 直接發球得分 這球就 發的 刻意的發的 比較長的位置喔 可是發的這個 這麼短球的位置 走中路 所以有點擠到叮嚀的球 嗯 11比11 再一次的Deuce 搬出台 哇 球角度夠大 對 所以勉強去勾喔 只能打在抽脫側邊而已 對 角度夠開了 對 無限其實拉起來相當低喔 主要這個 回球剛好回到了 這個叮嚀的反手位喔 所以這球順勢一帶喔 可以將角度比較大的帶開 時間點也抓得比較好 11比12 現在叮嚀又一次面對到叮嚀 第二個局點 這一局裡頭 好球 反手位還是站得相當好 左排的來回 哇 叮叮 想要慢慢的把弧線拉高 去影響到劉蘇倫擊球的節奏 沒錯 因為之前有一個球是這樣收到的效果 所以這時候 這個叮嚀喔 還是想要再嘗試這樣的 這個節奏再來一次喔 但這時候推的比較過長的一些 因為劉蘇倫都是留在比較近台的位置作戰喔 所以如果面對這種弧線比較高的球 他必須勢必要退 所以他這個叮嚀就是想逼他退台 然後打到自己 比較有力的這個中台相持的部分 12比12 第二局 從10比8開始兩個人陷入焦灼戰 對 這局看來會相對的關鍵 好球 帶開 帶到叮嚀正守衛 劉蘇倫也以失敗收場 這時候劉蘇倫打的線路太重複了 一路都打在了叮嚀的反鎖位 先走一次直線就想要變線 對 劉蘇倫這個想法肯定也被叮嚀給算到 所以要注意喔 雙方都是在拆彼此的線路 以及預判 機會 反手拉 早一拍 就先往正手走 先變線 其實這個球反手拉起來 你要反拉並不是那麼容易 反手拉的時候 球其實會往身體的外側那邊拐 可能是會往叮嚀的正手位 還會再拐出去 所以這個時候變成要掌握反拉的時候 球會有一個橫移的效果 你變成擊球點的判斷 或者是擊球點的掌握 是更困難一些 13比13 又一次的Deuce 看看劉蘇倫敢不敢調啊 哎呀想變了 還是想要趁走 對 觀念是對的啦 這個實際是對的 想要趕快變線 把角度打開喔 這是對的 如果再往反手的話 我剛剛 丁林側的這一板 對 旋轉是非常強啊 所以想要借這個力沒有成功 對 對 對 這局變成是劉斯文的一個關鍵 13比14 再度面臨丁林的局點 中路直接出界喔 這也讓丁林歷經苦戰之後呢 是以15比13 搶下了比賽的第二局 這局裡頭 劉斯文原本也有機會 把領先的優勢擴大變成2比0 但他失敗 這也讓兩位選手 現在在這場女單冠軍戰 贊成了1比1的平手 第三局 要先由黑色球衣的劉斯文來發球 對 前一局的後半呢 我們看到劉斯文不斷的想嘗試變線 但是最後不管是變到 丁林的正守位 或是中路 都是以出界的收場 對 可能變成就是 就是想要出拍的節奏 因為想要太快變線 所以受到了影響 中路的爭奪 就想要提早變線 這個階段到底有什麼問題 線路打不開 他現在目前的節奏 被這個丁林刻意的放慢 所以箱子球其實丁林也不快 那我就是加了一些旋轉 加了一些弧線 讓你沒辦法快起來 所以這時候如果 劉斯文一想快 一想發力 就容易形成自己的失誤 前面的影響就在這 又是相同的 想要下手的 想要提早下手 但是玩家都被球的這個弧線 或是旋轉頂到 如果能夠把劉斯文的速度拿掉 他的比賽就會缺少很大的優勢 對 剛好所以 丁林現在是找到的方法 可以看他出手 有時候刻意放慢 我拉弧圈拉高一點 拉深一點 第三局呢 有時候人打破了鴨蛋 放著丁林 反手直線出界 今年的四頂賽 其實也是中國第五次 舉辦這項國際周潭的盛會 前一次是在2008年的廣州 大賽 對 大賽 對 哇 好球 這一回總算是把角度給打開來了 拿出來 一點的 越來越來越隔 spur 堂 4比2 丁林在第三局當中是打得比較上風 第二局讓這個丁林整個心態也比較定 我想第一局打不到什麼球 現在反倒是劉師怎麼打不到球 這球就是觸網影響到的節奏 這也讓丁林再拿一分 加轉 哇 看來是丁林找到了自己 這個比較適合自己的戰術 今天在這局可以將球的旋轉 拉的比較轉也比較弧線比較深 所以看到丁林從第一局比較找不到策略 到第二局慢慢調整 現在第三局已經把主動拳握在手上 現在就是要看劉師文怎麼再把這個主動拳給搶回來 對 利用了自己發個長球 有優勢喔 連續兩個反拍 當然場上這兩位球員除了在爭奪女子單打的冠軍之外 他們在女雙也都還有賽程 明天的比賽呢丁林還要繼續跟李小霞合作 先來在四強戰對決李傑跟李倩 這是波蘭還有荷蘭的跨國組合 另外劉師文則是要跟朱宇林聯手 這位是在單打賽程拜他派下的對手 還是要合作 要來打新加坡的馮天威豪余夢 最後一天都還看到這兩位選手出賽 這場球也是相對的更重要 運動員往往在追求的目標還是會以單打 作為自己生涯成就的最大的目標 這兩個連續反手的快帶 打到了劉師文自己最舒服的節奏 6比5 下輪式的發球 哇這個落點其實還蠻刁鑽的 好像有準備長球 但是沒有應對的這麼好 這球發的夠深喔 幾乎要壓在白線上 很敢發 這球手一軟就過不去了 手一軟有時候質量就出不來了 像看球在線邊走鋼索的感覺 對這球要嘛就是 發球也可以拚得很兇 要嘛就是質量發很高 要嘛手一軟有質量就發不出來 劉師文的反手還是他一個蠻大的特點 優勢 帶斜線喔 動作小一帶就帶開很快 6比7 現在劉師文還有1分的落後 好球 起腳的擊球點 手幾乎一彈跳出台了 馬上出手 7比7 來到第三局後 萬能現在 劉師文也把原本4分的落後給追回來了 從2比6到7比7 叮靈的殺手劍再度出現 這時候是用反手發 用反手的這一面來發球 所以他會不斷的調整 短的自己上手 好球 留在鏡台的位置跟劉師文打 精明拿到第8分 這很慢的 鎮守拉球動作是發揮得相當完整 因為一完整喔 其實這個球的旋轉質量就高 相對的來說 劉師文就沒有這麼好 這麼好快 發力的空間 又是長的 有幸運的插網球 劉師文就回來 好 但最後正手拍掉浮板的時候發生失誤 前面這球就很漂亮啦 最後這個因為 叮靈有點加了旋轉 所以有位移的效果 可惜可惜 這球滿好的機會喔 拍面如果再蓋一點的話 這弧線就下的來了 變成是兩分落後 輪到劉師文的發球 這兩個發球 必須要全力保下來才行 又是這個 想要用反排去挑戰 讓叮靈的正手 這球他想拉喔 那麼 又想要質量要拉得夠高 如果說質量太低喔 這球 這個變成是說 叮靈喔 又是 又會反拉喔 所以他變成這個球 勢必要將這個質量拉得更高一點 現在叮靈出現了三個局末點 先把正手給顧好 再回到反 正手這一邊的時候 劉師文回擊出界 這也讓叮靈 世界排名第一的高手 以11比7 拿下比賽的第三局 在這場比賽後來居上 現在反倒以2比1領先劉師文了 打完前面三局 現在叮靈暫時取得2比1的領先 而且是從0比的落後 連桿兩局回來 好球 對於劉師文陷入的變化 其實叮靈一直追得還不錯 但是這一分角度被帶開來了 推到中台喔 其實可以看出來 這個叮靈的優勢就出來了 這個跑動範圍喔 照顧面積都很大喔 但這個球 最後是被劉師文控制在 這個比較短的落點 所以剛剛變成說 第二局的暫停喔 相對的現在是 反倒是 對叮靈的幫助是比較大喔 哇好球 這球直接台內擰 發球的質量喔 一不夠高喔 很容易接發球的這個 被擰起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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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師文 第四局的一開始 好像又找回一點自己比賽的節奏了 對 這就是高手對抗了 每一局的戰況可能都不太一樣 都不一樣 而且戰略也不太一樣 大家發現 A戰術行不同的 要必須趕快拿出B戰術來迎戰 對 對 這時候他的 質量夠高喔 主要也夠深的這個位置 剛剛的鏡頭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強的旋轉 對 強的旋轉 一般這次我們從這個鏡頭的角度是比較難看出來的 所以有些秘密喔 會藏在這個慢動作的鏡頭當中喔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個王子的附近 還架了一台小型的攝影機喔 就是要來捕捉這樣比較不一樣的畫面 桌球的球速快 所以基本上在看這種球來回的時候 不太可能跟著他左右飛動 追回了1分 菁玲現在把比分改寫成了1比4 自己的優勢喔 這次在比賽的前半段就要把下蹲4發球 拿出來用 這是收到的效果 對 今天的下蹲發球就是弱點變化也還蠻多的 蠻多的 對 而且可以發長也發短 而且正反手也發 所以這麼豐富的變化好像也讓劉書文 在第一局的時候其實接起來蠻順的 但是慢慢來到2 3 4局 好像開始產生一些影響 變成是說低齡可以主導的自己的主動性喔 對 沒有辦法去判斷說這個球到底他發在哪裡 或是要發什麼樣的旋轉 最後出手那一下是很快的 劉書文自己還是主動的側身喔 看起來今天這個劉書文如果主動的側身喔 中路主動側身喔 都會對這個叮嚀喔 會有一定的壓力喔 就是 劉書文的發球 主動的側身 哇 這一版 劉書文完全沒有想到 對 還有機會繳回來 這是人高的好處喔 這球一般來說 哇 角度已經打開了喔 會勾不到喔 就是身高1米7就是有這個好處 這球還救得回來 剛剛看丁蓮出手已經又想把球從外面回進來的感覺 只是想要安全的送進台內的 哇丁蓮想盡辦法跟上劉樹文的速度 不論劉樹文怎麼變 丁蓮如影隨行的跟著他 從被動當中找到主動的機會 本來是球桌對面的劉樹文堅持不下去的 消滅質量也是一個比一個重 整個狀態丁蓮也是慢慢的打開了 每次到了中段的這個時候 這個丁蓮 就會狀態又會更好 分數來到5比5 丁蓮化解掉了劉樹文開局的搶攻 等到劉樹文來發球 從原本的領先打到現在平手 當然壓力1.1滴的在累積 自己1比2落後的情況下 還是想要主動現在第三版就先變 對中局喔 你看中局丁蓮在一開始喔 開局的時候就是落後 那麼一到中局喔 他都能夠這個 這樣分數追平 甚至是超前 丁蓮還是 在這個心理層面還是比較堅定 落後的時候他還是沒有放掉 對於勝利的渴望還是比較執著一些 他就是跟你耗 就是跟你打 打到你受不了 好球 你看這一退台還是這個丁蓮喔 一個蠻大的優勢喔 身材 能夠這樣的弧線喔 拉的高一些喔 讓劉思文沒辦法在近台的位置喔 搶到那個快點 對其實只要觀察劉思文 站的位置 越靠近球台 表示他越拉就越上風了 對 如果距離被拉遠的話 那就是倒過來的狀況 對就是變成丁蓮喔 會比較有優勢喔 但是丁蓮也要想辦法過前三板 對前三板 總之從比較近的位置開始打起 哇有丁蓮 主動帶開角度 對 其實從選手的智慧遠 可以發現現在丁蓮是越打越有自信 對打開了喔 而且轉到正手就下手 基本上是不再拉這個 不再給這個劉思文機會了 眼神有點飄喔 這個劉思文這時候 對喔 表情變得蠻凝重的 開賽就算打不好了 臉上還是會有笑容出現 被打開了就是 好球 不退台喔 一定要掌握自己這個不退台 在前台的速度優勢喔 差距回到兩分 現在輪到劉思文的發球 已經是第18次在國際賽場上正面對決了 這還不算他們在中國拼超聯賽自己的交手 但前面18次我都沒有這次來的重要 對 這次是最重要的 好球 主動的側身喔 那這一局跟上一局其實 這個劉思文只要如果能夠主動的側身喔 都會有不錯的得分的效率喔 所以這時候大膽一點沒有關係 哇這時候 既在第二局 劉思文喊出暫停之後 現在來到比賽的第四局 變成是丁玲 在還有一分領先的情況下 要叫出暫停了 當然通過選手交手 是不會有座場教練的臨近之道 對 完全就靠選手自己的想法 怎麼去做改變 等一下回來之後 還要再接劉思文的一個發球 但是如果這一局能夠叮嚀再拿下的話 會有對他的這個後面會有相當大的優勢 會形成3比1喔 整個心態上會更加的篤定 可以看到來到場邊暫停的時候 也先稍微揮擺一下自己的手臂 放鬆一點 對放鬆一下 因為比賽的這個張力太高 會讓整個肌肉非常的僵硬 連帶影響到整個動作的完整度 以及發力喔 對有時候 像剛剛的張基柯他們也是在拉完 有時候就是會放鬆一下 甩一下手讓自己的肌肉 恢復到比較原始的狀態喔 不能都一直處在緊緊的感覺 對 越緊就越發不了力喔 出台的球 叮嚀叮到 看來沒有什麼招耶 教練有叮嚀嗎 一定是你出台 9比7 第四局的比賽來到後半段 現在叮嚀這一步步的朝著聽牌優勢邁進 現在看到叮嚀又要準備使出他的下蹲發球了 反手發力 好球 回來中路 每一板都是主動的去給力量的旋轉 這球其實叮嚀照顧的比較好喔 雖然這個拉完斜線有被劉順帶回來之後 但反手的保護回到了中路也是做得相當的完整 10比7 這時候叮嚀其實已經完全打開了喔 把自己的狀態都打開了 再一次的下蹲發球 救回來 這個已經無能為力了 前一分能夠救回來已經很不簡單了 但是劉順並沒有手下流行 還是打到大角度去 再給機會就沒了 哇 叮嚀後退不解的情況下整個人是跪倒在地 但是他還有機會搶下這一局的勝利 只不過變成是揭發了一方 對 劉順順的發球 這時候看會不會考慮發在丁寧的反手位 對 自己整個掌握上手 發揮效果了 頂著丁寧的反手打 哇這時候 這個戰局喔 在這一兩分有可能會產生變化 還有一個局末點 已經被化解掉兩格了 劉順順第二次的發球 又是主動上手 但這一次 劉順順的正拍出界啊 力道差了一點點 這讓丁寧以最小的差距11米9 帶走第四局的勝利 所以在這場女單冠軍戰當中呢 先丟一局 再連搶三局 現在丁寧 享有聽牌的優勢了 中國好手丁寧出戰 劉順順的比賽 現在來到第五局喔 旁邊下方的丁寧 左手橫拍的高手 現在3比1 已經搶下聽牌優勢了 是 在經歷的第一局喔 整個一開始的開盤 其實是劉順順掌握較好的優勢情況下 第0喔 在第二局喔 整個將擊球的節奏 以及將這個弧線 控制的稍微的 比較高 質量比較強的情況下 也是連下了三局喔 整個狀態其實也在上一局來說 完全的打開喔 所以目前這個來說 其實困境喔 是在這個劉詩文這一方喔 因為沒辦法 沒辦法找到一個突破口喔 沒辦法在自己的優勢喔 速度這個部分 取得太大的一個優勢 所以讓自己陷入了 比較蠻辛苦的局面喔 然後這個球又是一樣 想要再加這個速度的上面 但是由於這個丁寧的旋轉比較強喔 你沒辦法太有效的 再加速上去喔 所以這個球又形成了自己失誤喔 又是下蹲似的發球 來到第五局 已經是一開始就 把這招拿出來用了 1比2 再贏一局 鼎鼎就能夠拿到個人生涯 第二次 是領賽女單的冠軍 這個球 發球有點失誤喔 發得太長了 讓劉詩文現在 取得兩分領先 為了避免夜長夢多 丁寧絕對會希望 能夠在這一局 就會比賽畫下句點 我劉詩文了 肯定不會輕易答應 對 因為自己第一個市警賽者 還沒有等到 畢竟這是要自己爭取喔 對 他可能 打到這個決賽喔 對手會是太弱的 也不太可能喔 所以 一定要靠自己去 拿下這個 這麼艱難的比賽喔 才是獲真駕駛 對中路隊來講 這次在男女單打的任務 團隊任務都已經完成了 包辦最後四強所有的席次喔 接下來就是選手個人的目標 對 丁寧曾經在2011年奪冠喔 所以在 呃 女子單打的冠軍獎盃上面 已經留有 丁寧的名字 對 女單冠軍的獎盃叫 蓋斯特杯 這也是過去 這個匈牙利桌協的秘書長 嗯 就是要送給國立桌總的獎盃啊 嗯哼 在 每一個獎盃其實都還是他的名字 對 等於是有原由的啊 這個名字的 過程 丁寧就是為了救球再一次的 鋪倒在地喔 謝謝 可以看得出來 劉斯文 給的角度還是都蠻有威脅性的 對 在 在找到 在逮到機會的時候 兩大腳也是帶得很開喔 哇也是相同的 速度 又再來一次喔 發現這個策略有效 我們可以再試一次 對 這讓劉斯文有效的把分數差距給拉開 但不要忘記上一局也是在這2比5的落後的情況下 被 丁寧拿回來喔 對 所以這時候劉斯文的處理要更仔細喔 也不能說保守啊 這時候該怎麼打還是要怎麼打 敢給還是要敢給 還是 打到 同樣的套路 對 再來一次 發現丁寧還沒有辦法有效的化解這一招喔 嗯哼 動作比較大回不來喔 一下子把分數的差距擴大到4分 劉斯文還要繼續來發球 所以有機會 再把這個油門給吹下去 好球 要拉得夠果斷 劉斯文在朝著第5局的勝利邁進 快速的來回 哇 分數現在來到3比7 好球 這球 正守的直線喔 對 國際桌總其實在這段期間也是開放世界各地的桌球迷喔 來提一些問題喔 對 來做一個線上的回答喔 對 其實也看得出來國際桌總在這些年為推廣跟球迷之間的互動是做蠻多努力的 對 其實這兩年蠻明顯喔 整個 市場的部分呢 或者是說球迷的反應 其實 以及轉播 其實從轉播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整個賽場的佈置阿 以及這個 規格來說 其實比前幾年來說都是 進步很多 而且進步的幅度也是相當驚人 就是要弄得越來越有大型比賽的感覺 對 對 一直進步是沒有在停止的 所以 剛剛是聽到也有球迷在問這個 中國選手使用的海綿阿 哈哈 膠皮 對 是有什麼秘密 哈哈哈哈 我中國球員一般都是使用這個 他們的大陸的膠皮阿 紅霜石阿 這個 他們自己國產大陸的膠皮為主 然後其實其他的國家的球員 就是會比較偏向於 這個 日本品牌或是歐洲品牌的 這個 膠皮阿 來做使用 不好意思 這個中國的膠皮 萬別也買不到 他們國家隊有自己特製的 所以這個球員朋友 如果是想要試打這個 中國隊的膠皮 那可能要失望阿 可以阿 就是自己打到他們國家隊就可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比數又是進行到7比5了 分數又是最近阿 但是劉詩文這一次 沒有想要讓丁寧咬上來的意思 對 達到第8分 所以你看如果剛剛這個劉詩文 主動的中路側身 往往都能夠收到一些分數 因為他側身的速度快 讓這個丁寧沒辦法做完整的 這個防守的準備 會有一些 時間差阿 直接發長球 哇 打這個其實完全就不是自己的優勢阿 可能想要配一顆 但是 這真的不是劉詩文最擅長的部分 沒錯 還是由前台打起喔 那麼讓丁寧退不下來 其實應該是 比較好的方式是 有短球調動丁寧的一位 先讓他進來靠近前台 靠近網子 那麼再打深的 把球打深的讓他後退 讓他來不及 不過丁寧在這一局追擊的 始終都差了一股氣 差距總在三分兩分之前 沒有辦法再進一步的威脅到劉詩文 再讓他突破一兩分 哇這時候 劉詩文的心理壓力又大 沒錯 其實比賽是比的心理的狀態 技術其實 以這些選手來說 技術上並不是太大的 絕對的啦 往往心態一兩分喔 誰在關鍵 誰敢搏一個 搏上了 整個戰局就不一樣了 比的是心理阿 也可以感覺到場上氣氛的變化 這樣我覺得都是 慢慢的有覺得緊張啦 對 手緊了 9比7 這次劉詩文 能把戰線延長到第六局的大好機會 他必須要把握住自己的發球 轉球開始 哇 反到角度是被丁寧給掉開啦 劉詩文在正手這邊出現了空檔 丁寧沒有錯過 本本還等在反手的位置 對 這時候 又到了尾局 關鍵了 前面一直咬不上來 但是到了最後關頭 現在丁寧 只差一步 就能抓到劉詩文了 還是要為自己打氣喔 小找 對 從短球 考慮開始喔 讓 丁寧 做台內的調打 到自己反手 這個才是比較 適合自己的一個優勢 哇 這個球好球了 這是在這局前面打得非常順的一套路 還原的夠快喔 你看正手拉完 銜接反手的這個動作又小 所以移位速度也快 所以這個球才能又掌握到這個起跳點 將這個線路帶開 第十分到手 對於有數人來說是天大的好消息 稍稍能夠鬆一口氣 但是不是完全放手 對 還是要把這第十一分拿到手 才有下一局可打 沒錯 比你韌性還是很夠 對 又是下蹲發球的準備 哇 一分一分的追喔 直接用發球 就拿到第九分了 一下子又把一半的壓力丟還給了劉士文 化解掉了對手的一個局墨點 現在丁寧還有一次發球機會 繼續 你還是會用這個下蹲發球 發什麼落點這就要想好 想清楚 看劉士文敢不敢挑的 今天發中路比較長的落點 好像都有不錯的效果 但是這邊劉士文 拿到了第十一分 中路的球 讓丁寧沒有辦法回擊 這代表將比賽在第五局沒有結束 要打第六局了 現在在這局結束過後 劉士文把局數追成了2比3 還有一局的落後 在畫面上方的丁寧 還以3比2寶石領先 不過差距只剩一局而已了 在第五局的比賽 劉士文以最小的差距的11比9 驚險的守住了勝利 就差網球 這球LuckyBot 救不回來啊 讓劉士文在第六局先持得臉 這邊差的網子都差得很短 往近身打 高大的球員 對付高大的球員 就是盡量往他的近身靠 落點往他的近身走 揭發其實有時候打得很過絕 哇這球 這球是丁寧舊的漂亮 這很有可能在揭發的底板 這個角度就已經被掉開來了 1比1的平手 8球群現在來到劉士文手上 上一屆的巴黎四銀賽 比賽也是打到第六局來分出勝負 但是是由李小霞成為最後的贏家 劉士文如果想要 拿到四銀賽個人的第一座冠軍的話 還得再贏兩局啊 對 高起來了 好球 很像的高度還能甩出一板直線 這球真的蠻難的這球 而且弧線是越跳越高 往台的側面走喔 2比1 稍微換了一下發球的站位 對 站在球桌中間 中路靠 哇 好球 就是在正手這邊把球往丁寧的中路送 這球的難度在於是這個 撲右還能拉這個直線喔 這球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一般來說這個球 盡量只能往台的這個中路回擊喔 但是這個球流順比較厲害的地方在於說 他這個球還能打到這個直線的位置喔 身體的平衡要保持得非常好 對 我在拍面最後的角度 這個地方是處理相當的細膩喔 哇 發球得分 今天叮嚀的下蹲發球 越來效果越好 對 還是會留在這個後面喔 越後面越關鍵的時候來發 好久成夢迪啊 下蹲發球 留在六七局 最好的發球 2比3 1 敗手發力 哇 主動的變正手了喔 這幾分 這個劉斯文 整個擊球的策略喔 現在以目前都是往這個 叮嚀的正手位喔 來做攻直進攻喔 很明顯的在這一局 就自己在策略上面 有做了一些變化喔 這幾分看起來 今天要再補過去已經都晚一步了 沒有算到劉詩文會有這樣的變化 好球繼續的 壓著正手位 找到機會就是主動往正手位突破 現在劉詩文在第六局的比賽穩穩守住領先 對 還是劉詩文發球的機會 繼續來到球桌的中央 哇這球自己無謂失誤了 差距來到4分 現在戰況又有點回到第一局的感覺 對 有詩文剛剛一開局 把這個線路打開 為他自己打開了一個比較主動的局面 打開了通往勝利的度 哈哈哈哈 哦這球可又無謂失誤 讓丁寧拿到第三分 3比6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今年的世界錦標賽 剛好又在里約奧運的前一年 嗯相對的重要 對 不少球員會把他試做奧運的前哨戰 嗯 哇這球夠深 反拍的落點直接穿越了丁寧的防線 7比3 反倒是丁寧有點打得沒有方法了 變得速度 劉書文總是比丁寧響還要快一板 對 出快一板 來 7 3 出王 劉書文要重發 現在4分的差距 說不定我們有第七局可以看 好球 主動的側身喔 今天從一開始到現在 只要劉書文能夠主動的側身 其實都能夠 取得蠻多的分數 而且都能夠把握住 所以 接下來 如果劉書文在主動側身 而且拉的這個線路 其實不管是反手或正手 都會讓丁寧有蠻大的困擾 這次是劉書文的正手抓著丁寧的反手擋 這局應該是劉書文蠻有機會的 這局拿下來就代表 比賽要回到原點了 不要在第七局 一局決勝死了 這邊劉書文的正手出現了空檔 對 讓丁寧拿到第四分 這局其實 要請我先來談談 劉書文最大的改變在哪裡 讓他能夠打到現在 還有保持比較大的差距 劉書文這一局喔 其實他佔據蠻主動的地方 在於說他發球完了 他如果靠近中路的球 他就是主動的側身 那麼主動的進攻 他不會 因為如果說他用反手上手的話 那麼丁寧就很有機會 可以再用反手箱子靠回來 那如果主動側身的話 變成質量比較高 而且角度也比較大的情況下 就會讓自己有比較大的優勢 所以在這一局當中 劉書文的側身幫助他滿多的分數 從這邊可以看到兩位選手 都是不斷的在踩油門 對 幾乎快要不能再快 分數還是讓劉書文給拿走 最後是打穿了丁寧正手的防線 10比4 對這局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轉正手 哇又是攻擊兩大角度 第六局的比賽 劉書文以11比4拿了下來 這代表兩位選手 將在今年的女單冠軍戰 進行決勝的第七局 才能分出輸贏了 到底是劉書文能夠拿到生涯第一座 你只單打是領賽的冠軍 還是丁寧能夠第二次 在蓋斯特貝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呢 嗯 主動性喔 第一個球就發了長球 來牽制 牽制這個丁寧喔 那麼也延續了自己的這個 主動測身的這個策略喔 多使用這個正手位 來突破丁寧的正手喔 前一局的比分是11比4 也是前面六局打下來 差距最大的一局 是 這代表丁寧確實 在解決劉書文的這個策略上面 還沒有找到好的方法 突然避了一個長球 哇連續兩個都長球 這個球關鍵 主動的腳步移動非常快 而且也讓丁寧 哇 現在倒在地上是抱著自己的腳踝喔 嗯 丁寧在移位的過程當中 好像弄傷了自己的右腳腳踝 現在坐在地上沒有辦法起身 現在主神也是趕快跟場邊示意喔 可能要醫療小組進場來觀察丁寧的狀況 對對對這個時候 哇因為剛剛跑動的範圍很大喔 所以在這個跑動當中喔 去扭到了腳 哇如果真的是沒有辦法再繼續比賽的話 那丁寧想必會非常遺憾啊 對 現在防護員也趕緊 先來檢查一下他腳踝的狀況 剛剛可能 要看這個翻船的情況也不嚴重 對 主要剛剛是去扭到 看是扭到了側邊的哪一個方向喔 這種地方還蠻怕是傷到韌帶 那就比較麻煩 對 因為通常選手就算收尾扭一下也不會說直接倒地沒辦法 沒辦法爬起來 對 但是剛剛這個球是爬不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問題出在哪裡 哇這一次為了要降低重心來救球喔 所以在自己的右腳踝有點折 哇折到了 對 而且用手去撐一下就知道這個丁寧已經感覺到很疼痛了 這時候要 不過這兩球確實兩人都把彼此推到極限 所以才會出現這種 幾乎是以不可能的角度想要去出手救球的狀況 對 因為剛剛基本上已經都是蹲在了地上 現在也是先趕快 要先冰敷一下 這場球 先拿到第一局 接下來被定靈連桿三局 但是他又再追了兩局回來 把戰況逼到決勝的第七局 其實比賽很怕遇到這種情況喔 對方傷了 變成 對方又在 嗯 等於是整個節奏的會跑掉喔 滿怕這個情況的喔 中間會間隔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除了受傷的球員之外 就算在等待的球員也會 就是沒有辦法導致在比賽的狀況 對 而且 更讓人擔心的就是 其實丁寧除了有這個單打比賽要打之外 他明天還有一場女雙的賽事 但是 現在要選擇把球鞋脫下來啊 看一下 腳踝腫脹的情形 再看一次慢動作重脫 剛剛丁寧為了救球 哇 就在這邊 其實扭的角度很大 對 整個身體的力量喔 壓在幾乎是右腳的腳踝上 所以 這場比賽要繼續進行下去 可能有點難度喔 當然丁寧本人一定會希望說 還能夠繼續留在場上比賽 教練團必須要考量到更多 對 整個團隊都趕快 進入到這個場內喔 對 看看能不能夠有效的幫助丁寧 去減緩他的痛楚 看起來是 不是說腫得特別大 但是確實已經是腫起來了 如果這樣比賽必須要以一方三退 畫上句點的話 那當然 相當的遺憾 對 當然這時候這個 裁判長也必須要來場面關心一下 對 整個比賽的進度 選手到底有辦法繼續比賽下去喔 對 精靈在決勝第七局 0比2落後給對手的情況下 最後是出現這樣腳踝扭霜的意外 現在劉書文也只能先留在場邊喔 那整個隊的意外角度是繼續來 觀察丁寧的狀況 就主要還是先以併服 去降低選手腳踝的痛楚 你可以看到在大鞋子那邊有大一塊肩喔 對 也看得出來中文選手這個訓練的分量 就是腳步要大量的移動 對阿 當選手一定都是這樣子 長期的 不管是 訓練阿 跑步阿 多球的訓練 其實都是 會使自己的身體有一些 握拍的手阿 持拍手上 也會有蠻多的 因為長期一直在魔術 比賽結束過後呢 我們還會繼續問您送上 男子雙膽的冠軍戰 也是今天要發出的 第二座冠軍獎盃的項目 對 那在南雙的部分呢 也是由兩組中國人馬交手 許馨跟張濟柯 要對上的是 阮振東跟 又讓 藥霞拿到了倫敦奧運的金牌 的反應的狀況 其實也看得出來 這兩位選手都拚到極限 對 一般來 希望能減緩再 對 他整個移動的狀況 哇 看起來還是相當的痛 對 左手直拍的好少 就在挑戰 現在兩位選手 重新回到桌上 要繼續 第七局的對決 現在兩位選手 重新回到桌上 要繼續 第七局的對決 其實他如果有 剛剛這個傷 會影響到他 啟動的速度的話 其實對叮鈴 就是非常的不利 比分是0比2 輪到叮鈴發球 所以也不用下蹲發球 因為下蹲發球 會對自己的 腳的壓力 會更強 所以叮鈴腳踝狀況 我們可能也還要再 稍微觀察 哇 其實看到他幾乎是沒有辦法 很順的跑動 對 一搏一搏的 所以我想叮鈴接下來的比賽策略 也可能是留在原位去拉球而已 想要做這種大幅度的救球 已經是不太可能 不可能了 可是換過來說 這個時候對劉士文也很難打 對 到底是不是該下重手 哈哈哈哈 還是把球送到這個 叮鈴追不到的地方 還是經過了多拍的來回 不過這次劉士文是拿下分數 3比1 我想為了尊重比賽 劉士文應該也不會有任何保留的 這真的是 這個很 蠻尷尬的 其實蠻煎熬的時刻 從鏡頭上面還是很明顯 可以發現叮鈴 就是連一般的移位 都有困難 對 3比1 現在是劉士文的2分領先 劉士文的發球 還是把角度給掉開 不過反拍這邊劉士文自己出現失誤 這球 這個劉士文啊 想利用這個 兩大角的這個 調動 來佔據這個主動 不過也正如偉晶教練 剛剛提到了 或許現在 其實劉士文的心理也很難 是比較難 這個時候比較難的 其實是對劉士文的心理 這邊又是一個正拍的失誤 哇 連吐2分回去 現在雙方是3比3平手了 而且這2分 其實叮鈴的腳步也沒什麼移動 相對來說 其實這個時候 心理層面比較困難的 應該是劉士文 對 因為叮鈴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就是 豁出去 我就是盡我所能 但這時候 劉士文心理就會有反應 嗯哼 啊 啊 盡量運用比較小的腳步移動 對 其實打多拍一點 這個時候對 劉士文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無謂師父少一點 那麼 打多拍一點 找到一些空檔出手 那麼還是 呃 蠻有機會可以將這場比賽給拿下 3比4 就是想要處理的比較快一點喔 對 不過這個戰況並沒有 一面倒 反倒是分數是交叉上升啊 現在雙方還是平手的局面了 劉士文並沒有 趁這個機會把分數給拉開 對 對 所以現在 經歷過剛剛的商庭之後 其實 丁寧是得到4分啊 5比4 不用自己發球的機會 把分數再度超前 這時候其實 肾上限速 其實丁寧這邊會激發出來更多 對 現在 當劉士文 搶先拿到第5分之後 兩位選手要換邊再戰 來到第7局的規定 還是繼續由劉士文來發球 丁寧富商作戰 也會點燃場面觀眾的激情 對 也聽得到不少他的支持者 很大聲來為他加油喝彩 這一邊 劉士文 想要把球送到丁寧的正首位 又一次的出界 5比5 剛剛的這個受傷 讓你自己的 讓那個劉士文的節奏 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好 好像這個 不敢完全全力下重手的感覺 手變得有點虛虛的 角度掉開 啊 劉士文的正拍 觸網之後出界 現在丁寧拿到了第6分 可是他在第7局當中 第一次超前劉士文 反而感覺劉士文打的壓力是比 對 丁寧來得大 所以跟剛剛講的就是 這個時候反而 心理上比較會有變化 這是劉士文 我聽這張選手是有碰過這樣的狀況 對手富商作戰 印象中好像沒有 我這應該真的蠻難的 對 關鍵球來了 對角推開 哇 關鍵球 關鍵球 第7分到手 他在撿球的時候幾乎是 一百一百的在走 可是還是把角度給帶開來 相當的不容易 讓劉士文越打越艱難了 嗯 心理起變化了 輪到劉士文的發球 還是主動側身喔 劉士文現在 如果想要 該怎麼打還要怎麼打 對贏得這場比賽的話 還是必須得自己堅持側身 反拍先來 想把角度給推開 在中路的這一板又出界 哈哈 這個 對於這個丁寧來說 其實心態上是放鬆的 嗯哼 我現在 就是 反正我能怎麼打 你有什麼就拿出來了 對 我能怎麼打我就跟你怎麼打 我心態我就打輸我也算了 所以 變成是說 心態上 反而是立於不敗之地 對 這就是考驗劉士文的抗壓力 看夠不夠冷血 我不想要 這個整個深海裡面沒有冠軍的話 現在 是最好的時機 但是這個場 這個局面喔 帶給劉士文這個 壓力比較大 先追一分回來 現在雙方 比數是8比6 不過 主持人這時候似乎覺得 是先拘手喊停喔 老是在確認這局比賽進行的時間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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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鏡制度了 對 單局的比賽時間超過十分鐘喔 對 這也是很少看到的狀況 一般來說都是消球選手在對打的時候才會有的情形 現在第三位裁判來到場內 變成促進比賽制了 因為這一局進行的時間已經超過十分鐘了 對 所以變成在第13拍的 發球方要在第13拍喔 以內拿到分數 對 不然就算10分了 但我想 這個情況比較不會影響到啦 因為畢竟 這個不是消球的比賽 也不是這個防守型的選手 所以 在這個 一來一回之間 其實不用13拍喔 大概都能分出勝負 搞不好比較困擾的是第三位裁判 因為來回的速度太快 他可能也很難數喔 畢竟消球來回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在旁邊算拍數的時候還比較簡單 沒錯 所以這個其實蠻快的 到還好 從2比0 打到現在6比9 劉士文三分的落後 再拿一分回來 正手搶空 追到了7比9 到叮鈴的發球 所以現在是一個來回才算一次喔 哇 這球也是 你可以聽到第三裁判在旁邊 這個數來回拍數的聲音 現在分數又進一步的縮短 叮鈴先舉手 要叮鈴 要劉士文把這個腳步給放 慢慢一點 8比9 劉士文剛剛的策略應用 就是我趕快把這個節奏趕快加上 哇 10比8 這邊叮鈴的第10分到手了 從原本的0比2落後 現在10比8把他搶先逼出了冠軍點 距離生涯第二次 是領勝的女單冠軍 叮鈴剩下最後一步 而且他是在負上作戰的情況下 對 有機會 站上頒獎台的最高處喔 這下子劉士文麻煩大了 相當的 相當的不甘願 哇 結果最後劉士文 戰手回擊出界 這代表叮鈴 右腳踝扭傷的丁玲 在第7局的比賽 以11比8 三分的差距 後來居上打敗了劉士文 其實也可以看到劉士文 在跟丁玲擊掌之後 退場 稍微搖了搖頭 真的很無奈 自己滿好的情況下 沒有把握住 其實在今天的這個後段 第6局第7局 劉士文自己的 擊球的策略上面 或者是說整個戰術上 其實是已經佔了上風 沒想到在第7局 丁玲剛剛有受傷的情況下 其實心態上受到了影響 反倒是剛剛這一個扭傷 讓這個丁玲 心態上也比較放鬆 就是全力的打開 所以讓今天的這場比賽 丁玲拿下了勝利 4比3的局數 丁玲成為了2015年 將再度捧走蓋茨二杯 這也是他生涯 第二次得到試頂賽單打的冠軍 至於劉士文很可惜 還是沒有辦法 拿到生涯第一次的試頂賽冠軍 當然比賽進到這邊 還是要請您先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來帶給您 男子儂大國的比賽 對